儿时世尊 儿说宋云 若不往昔修佛会 于此阵法不能闻 一尘供养诸如来 则能欢喜心此事 卧 交 懈怠及邪见 男性如来微妙法 譬如盲人横处暗 不能开导与他路 这是第一段 有四首 证明本品之品名 父会失败 一戒金中当有众生 执住善本 一尘供养无量祝福 有比如来加为裂股 能得如是广大法门 失去受持 其中 培住善本 既是往昔修佛会 若非苏惠 这于此阵法不得无疑 我们先看这一段 这一段是告诉我们 真的是佛法难为 我们实实在在讲 业障身中 卧是卧业 教是骄傲 懈怠 邪尽 所以 虽然遇到了 都不当受用 我们非常幸运 看到一个好例子 刘苏银巨师 听到佛法 圣灵的修行 居然有那么大的成就 确实 小陈经上所说的 阿罗汉的经节 所做一半 不受何有 所做的事情 就是 念佛了身世的事情 他已经办妥了 不 绝对不再搞六道轮回了 十年 我们接触佛法 不止十年了 到今天 还是懵懵懂懂 谁敢说 我生死一半 什么原因呢 你要说 若不往昔修佛会 这要不是 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 修佛修会 你就没有缘分 遇到正法 我们今天 遇到正法了 纯正大法 说明 我们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 优秀佛会 那文道怎么样呢 我们的善根不足 复得不足 因缘也不足 但是因缘是自己创造的 真能放得下的时候 因缘就足了 因缘深入 尝试寻求 万元放下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黄中长 专专专专专业 跟我们表演 年二年十个月 就完生了 他闭关之情 告诉我 他做事业 看看是不是真的 果然是真的 不是假的 到极乐世界 去做佛去了 最怕的是 我们把光阴错过了 我们过去生中 佛会也不修了 佛不是一种好事情 你看一些成就的人 都是没有佛报 为什么 他在老师 佛报大了 地位高了 财富多了 不是负 那是世俗之间的赤负 不是真智慧 真智慧 真的要聊生思出三切 自己的问题解决了 还给大家做一个好朋友 那就是度化 elegant 那就是度化粘子 谢谢大家